一切都是信息 万物源自比特 大家好 我是崔岩 画名叫轩辕十四REX 咱们接着来聊美国人詹姆斯·格雷克的这本信息简史 这次聊的是本书的第十四章 洪流过后 它的副标题是一本宏大的巴别相册 什么叫巴别相册啊 这张开头的时候啊 作者就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 叫做巴别图书馆 这个小说里边描写了一座神秘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里面呢 收藏了所有语言的所有书 我说所有书的意思真的是所有的书 并不是说已经写旧的 已经出版的那些书 而是这些书里面记载了 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过去和所有的未来 精确到每一分钟的这些事件 好的坏的 对的错的 全都给记录下来了 所以这个图书馆里面装的是所有的信息 但是你在里面却找不到知识 并不是说这图书馆里面没有装知识 而是装了 装的太多了 而且这些知识啊 跟谬误装在一起 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哪些算是知识 无数的书架摆放在同样的无数的一模一样的六边形的平台上面 在那当中你能找到所有可能的一切 却也找不到想找的一切 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其实很熟悉啊 叫什么 这就叫信息过载嘛 波尔赫斯出版这篇小说的时候是1941年啊 那个时候他还是凭想象构建了这么一个图书馆 但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不用去想象了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现实 我们天天都在接触信息啊 信息对我们来说太熟悉 但是又太陌生了 因为信息爆炸给我们带来的困难 可能比我们之前无数代人所面临的信息匮乏 还要麻烦 这就回到咱们这本书的标题了啊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这一股数字洪流过挟着我们 把我们冲的是七魂八素啊 我们有点无所失从 这就有些像巴别塔了啊 这个波尔赫斯之所以把这个图书馆 命名为巴别图书馆 也是来源于这个词巴别啊 巴别塔这是圣经里面的故事了 人们要在巴别啊 巴别其实是古代的西伯来人 称呼古巴比伦的这么一个名字啊 在巴别这个地方要建一座通天塔 上帝就害怕了啊 说你把这塔建成了之后 直接通到天上来 那还了得 但是呢 他又不直接把它摧毁啊 因为你摧毁了它 人类还会再见到它 所以呢 上帝使了一招 就是让所有建造的人之间语言不通 所以这个塔后来因为沟通不畅 所以这塔就没法再建起来了 可是这是巴别这个词唯一的意思吗 它的本意可能是这个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边 巴别这个词你去查吧 尤其是查网上那个著名的维基百科词典啊 你在里面去查 巴别这个词有无数个意思啊 它里面有一种专门的机制叫萧奇意 为啥要萧奇意呢 因为一个词说出来之后 你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 巴别这个可能就是刚才说的 古代巴比伦的这样一个称呼啊 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 或者呢 是一份报纸 或者是一本书 或者是一个记者的名字 或者是一份期刊 或者是一部电影 或者是一个唱片公司 甚至是一个岛屿的地名 一个山脉的名字 或者是虚构的一个星球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它的含义 都是信息 真的是太多了 像这样的巴别塔 我们人类已经见了太多太多了啊 同样是博尔赫斯 它除了构想了这么一个巴别图书馆之外 还构想过一部百科全书 这个百科全书呢 是由一个秘密团体发明创造的 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 包括了天文学家 生物学家 工程师 形而上学家 诗人 画学家 代数学家 伦理学家 画家 结合学家 等等等等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在这么宏大的计划面前 每一个撰写者的贡献 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它只是一个设想 但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 我们知道它已经实现了 这是什么 就是维基百科嘛 那么它设想的巴别图书馆 是不是也能实现呢 能啊 而且已经实现了 就是大自然 就是我们这个宇宙 还记得咱们之前讲过的查尔斯巴贝奇 和他的机械计算机吗 它曾经就设想过一个空气图书馆 空气为什么是图书馆呢 因为空气当中 记载着人类说过的每一句话 记载着世间发生过的每一件事 我们说过的话 都是通过空气就留存下来 这个信息是不会消失的 你说怎么不会消失啊 我说一句话说完就完了 然后它就消散在空气里了 对 消散在空气里了 但是我们这个声波发出去之后 它这个信息是通过 这个空气里边的原子分子 这样继续传播下去的 然后它会消亡吗 它会扩散 但是你根据这些信息 是不是能还原回来这一句话呢 同样关注这个想法的 还有著名的作家 艾德加·艾伦波 他在1845年的时候 在他的作品里边就写到说 每一个话语 不就是空气中的一个脉冲吗 那么这个脉冲传播出去 根据牛顿运动定律 是不是就可以还原回去呢 理论上好像可以啊 但是前提是 你得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啊 就像查尔斯巴贝奇那个机械计算机一样 那个计算能力太差了 那我们现在的电子计算机可能也做不到 因为里边太复杂了 可是并不是没有可能啊 原先真的是我们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但是流声机发明了之后 这声音可以被记录下来 这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个信息可以留存下来了呢 还有19世纪照相数发明啊 如果一个影像想要留存下来的话 也比以前有了更方便的办法 以前只能画家把它画下来 对吧 一个人在那坐半天 然后在那画画画 画出来还不一定像 但是照相数啊 直接把人的影像可以固定在底片上 那么回到巴贝奇说的那句话 每句话都记录在了空气中的某处 那是不是每幅图像也会在空气的某处 留下永恒的印记呢 那如此说来 这宇宙就变得像一台计算机了 或者是一个图书馆 或者就是一个相册 这相册也可以就叫做巴别相册 那既然是计算机啊 宇宙可以说在不断的计算自己的命运 那对于计算机来说 是不是我们也是给定一个瞬间 就可以知道下一个瞬间的状态究竟如何呢 或者说给定一个初始状态 或者初始的输入信号 那么这个机器 或者说宇宙未来的所有的状态 是不是都可以预测了呢 说起来容易啊 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啊 对于机器来说可能可以 但是对于宇宙来说啊 它的因素太多了啊 这就是叫做混沌的理论 这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 你我都听说过 叫做蝴蝶效应 我们用蝴蝶煽动翅膀来说 这个效应已经很夸张了啊 但是你听听图灵是怎么说的啊 他说在整个宇宙这样的系统中 初始条件中的微小误差 会在后来产生可观的效应 一个电子在某一时刻的十亿分之一厘米的位置偏差 可能会影响到一年后某人在一场雪崩中的生死存亡 来吧 说说 怎么预测 所以如果说宇宙是一台计算机 如果说宇宙是一座没有书架的图书馆 那么它蕴含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也太复杂了 这个信息仓库就被查尔斯巴贝奇称为混沌 说到图书馆啊 古代世界里边最著名的图书馆 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 或者我们就直接叫它大图书馆 在那个时代啊 它是全世界 或者说在古典世界里边的学术中心 那里面堆满了索夫克勒斯 艾斯库罗斯和欧里比德斯的剧本 堆着欧基里德 阿基米德之类的数学著作 还有众多的诗集 医学文献 星图 神秘主义文本 在这些藏兽的基础上啊 出现了像阿基米德 像托勒密这样的大甲 但是很可惜 它被烧毁了 可能是罗马人烧的 可能是基督徒烧的 可能是犹太人烧的 也可能烧了不止一轮了 反正总之 大图书馆里边 那么丰富的藏书 我们现在所剩无几 不过根据博尔赫斯的说法 所有散失的这些剧作 或者这些著作 我们是不是都能从 巴比图书馆里面找到呢 或者根据 查尔斯巴比基的设想 在空气图书馆里面 我们可能也能还原回去 能够找到原始的著作 但是毕竟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啊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 新的信息仓库 在2008年的时候 维基百科 就把一年一度的国际会议 放到了亚历山大港 为什么放那儿呢 那风景优美吗 不是的 维基百科 这是以继承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业为己任 他试图收集所有已知的知识 维基百科啊 这是互联网的一个早期的项目了 可以说是一个活化史了 因为早期能够流传到现在的项目并不多 它是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上线了 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20年你说不算很长 但是对于现在你看到的所有互联网项目来说 这真的算很长很长的了 我呢 在21世纪的头几年就登陆过维基百科的网站 我记得很清楚啊 当时那网站光秃秃的几乎就没啥 词条 你翻翻翻跳转个几道之后就没了 因为维基的理念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编辑啊 经过很多人的工作最后形成一个词条 而这个词条呢 它是动态的 相对稳定之后 你还是可以会有变动 发展到现在 这维基百科真的是包罗万象啊 你几乎可以找到世间的一切 因为维基的创始人有一句名言 叫维基不是纸 那啥意思呢 就是它不像纸一样有限的 那有空间你就让它写去呗 有人愿意编辑一些莫名其妙的条目 在有些人看来毫无意义的条目 那它愿意编辑有一定的价值 你就让它写去呗 但是在维基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啊 比如说维基百科试图 让这些词条的内容显得很中立 尽量做到不偏不倚 但是这个现实当中其实很难做到啊 为此就产生过一轮又一轮的编辑战 什么叫编辑战啊 我这样编 编完了之后有人反对啊 把这条改了重新再写 写了之后那边再恢复 恢复这边再写 来来回回 吵得不可开交 你能想象说 他们把养猫的人到底叫做猫的主人呢 还是猫的照料者呢 还是猫的人类伴侣呢 这些编辑们就可能会争执不下 吵来吵去这个条目 可能最终会固定下来 可是固定下来的条目 到底有没有权威性呢 这个也要打一个问号 在学术机构里边啊 是不承认维基百科 是可以信任的来源的 所以你要写论文 去查维基百科 你参考一下则可 但是你如果拿它来写论文 作为参考文献的话 可能有问题的 但是你说它不权威吧 多少人想了解个什么东西 最便捷的方式就是 去维基百科查一查 或者其他的什么百科的产品 那么维基百科发展来发展去啊 开始越来越包罗万象 但另外一个问题也开始突出出来了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写到维基百科里面去 书里面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啊 就是刘易斯卡罗尔 也就是爱里斯曼游奇经济的作者 他曾经在他的小说里描述过这样一张终极地图 这个地图啊 我们知道地图是有比例尺的 对不对 都是一比几万 一比几十万 这样做出来的一个地图 但他这个地图是一比一的啊 一比一的地图啥意思呢 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如果想把这张地图打开的话 就会覆盖整个这个地图所描绘的这个地区 而这张地图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画出了整个世界 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因为农民都很反对的 因为你要把这个地图打开的话 就会覆盖整个国家的话 那么阳光也都被全挡住了 维基百科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曾经上面有这么一场争论 有一个人说 那我自行车左后刹车上的螺丝 我可不可以设一个词条呢 那你说这个词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什么意义 就是随便的一个什么东西 那你说他有资格上一个词条在维基百科上面吗 围绕着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两派 一派叫删除主义 说不要 这种东西毫无意义 不要 另外一派叫收录主义 就主张说你甭管多小的东西 他只要能列上去 那就列上去了 大千世界有这个东西 列一个词条 有什么不可以呢 维基的创始人就倾向于说是收录主义 他曾经在一个饭馆吃饭 就把这个饭馆做了个词条放上去 过一会被编辑给删掉了 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饭馆多了去了 我一个一个把这些饭馆 都放到维基百科上面去了 那我这算什么 我这算广告吗 我们知道现在在某些百科产品上面 确实有广告的功能 但是对维基百科来说 这肯定纯广告不行 后来删掉 删掉之后 后来又恢复 又补充了些内容 结果那词条还在那个地方 这个争论真的是没完没了 从删除主义和收录主义当中 又衍生出来叫合并主义 还有增量主义 就这词条没什么特别的 作为另外一个词条的一个子项目 就合并进去了 或者说你再增加这东西 然后单独做一个条目 实在是复杂 但是维基这个项目 却一直运转下去 咱说了它是个活的 它是动态的 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当中 它也一直在成长 也许有一天 它就成长成了 波尔赫斯所说的那种图书馆 甚至比那个还要好 信息社会 信息越来越多 有一个问题又突出出来 名字不够用了 就是我们取名的时候 我们在上网的时候 要取一个ID 估计大家 很多人都是伤透了脑筋 很多人都是 好不容易取了一个名字 然后到处用的 但是你想想 我们需要取名的地方 有多少吧 我们注册个网站 需要一个用户名 我们注册个邮箱 需要一个用户名 我们注册一个域名 需要一个域名 我们注册一个商标 有个商标名 有些东西是允许你重复的 比方说我叫名字 这个名字可以重名 对不对 但重名的确造成了很多麻烦 有些地方要求不能重名 不能重名也很麻烦 就有可能会抢注 对吧 抢注域名的 抢注商标的 我们见的可多了 这在我们生活期间的 这个信息社会里边 无处不在 那么信息越来越多 有多少了呢 还记得咱们之前讲到的 乡农提出信息论的时候 1949年 拿铅笔在纸上写出来的 对于信息容量的那个估算吗 它那张纸上估算的 最大的一个信息仓库 大概有100万亿比特 是什么呢 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估算基本上是准确的 但是信息在膨胀 我们都知道摩尔定律吧 摩尔定律怎么说呢 摩尔说 每两年晶体管数量就要翻一番 相应的呢 内存容量和处理速度也会翻一番 而尺寸和成本则会减半 摩尔是谁 戈登摩尔 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这个摩尔定律 几乎就象征着计算机产业 这个产业发展有多快呢 这个信息存储容量 我们知道最小的单位是比特 Bit用一个小写的字母B来表示 而当年IBM做的硬件设备 是八位的 用八个比特作为一个信息处理单位 叫什么 叫字节Byte 是用大写的B来表示 后面我们都很熟悉了 有字节 有签字节 KB 有赵字节 MB 再往上呢 是GB 汉字是G 再往上是TB 就是太 再往上还有P 还有I 什么什么这东西 这都已经很大了吧 到I已经是10的18次方了 我们觉得已经够用了吧 不行 到了1991年 觉得还要再引入新的词头 有泽 ZB 有摇 YB 这些东西出来 我现在一般还碰不到 但是更大的运算 已经要用到这些单位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些数字 不是很敏感的话 咱们再说另外一个概念 1970年的时候 IBM推出了两款大型机 一款叫155型 它有多大内存呢 768K字节 在我们现在 这也就是一张图片的信息量 对不对 那么还有另一款165型 更大一些 内存是一兆 它卖多少钱呢 467万4160美元 400多万美元 你就琢磨琢磨 你现在用的电脑 或者你现在用的手机 它的内存有多少 然后能不能卖到400万美元 而到了1982年呢 那时候开始有VG了 V型计算机 有一款VG内存 也是一兆字减 售价是多少呢 36000美元 虽然对我们现在来说 也是贵的离谱 但是好歹比前面400万美元 靠点谱吧 我们再来感受几个 信息量的概念啊 1987年的时候 OED的出版商 还记得OED是啥吗 咱们之前讲词典的时候 说过啊 OED就是牛津英语词典 对吧 1987年的时候 这OED要数字化 当时估算 这个OED数字化了之后的规模 是多少呢 一个G的字减 一个G啊 你电脑上存个电影 这一个G可能一半都没有放完 但这个信息量已经很大了 人类的基因组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规模 1998年的时候 拉利佩奇和谢尔盖布林 凑了15000美元 买到了当时他们能买到的硬盘 开创了Google 谷歌公司 这15000美元买到的硬盘 容量有多大呢 一个T 1T币 放到我们现在 这也就是几百块人民币的事 相农估算当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 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大的信息库了 那里边藏书 大概相当于多少字节呢 10个T 朋友们 也就是几块硬盘的事啊 而我们现在除了硬盘之外 还有什么呀 还有云 云计算不用我在这说了吧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放在云端 这个容量对于我们来说 近乎是无限的 当然你可以说 这里边还有安全的问题 还有隐私的问题啊 数据可能会丢失 可能被篡改之类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些已经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现实了 曾几何时 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信息 大多都是转瞬即逝的啊 说一句话 马上消散在空气里面 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 今天穿过了 明天这就过去了 演个戏 看完了也就完了 这都是常态 这都是默认的状态 能够留下印记的 比如石头啊 比如泥板啊 比如羊皮券啊 纸张啊 这上面的这些东西 这属于特例 但现在呢 一切都反过来了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很容易的被录制或者保存下来 我们人手一部手机 随手拍 自拍 这都是太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这数据耗如烟海 真的是一股洪流 那么那么多的数据 我们放哪呢 放到图书馆吗 那就是一个巴别图书馆 或者说是一个巴别相册了吧 那么宇宙如果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话 那么整个宇宙究竟有多少信息呢 按照巴别奇和艾伦普所说的 没有思想会湮灭 这样的话 信息就会从荒谷时代一直积累到现在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塞斯劳埃德 他做过一番估算 他说宇宙是一部巨大的量子计算机 其存在本身便是记录着信息 并在自身演化过程当中 不断的处理着信息 那这个信息量究竟有多大呢 咱们省过中间的推导过程 直接说最后的结论 他估算宇宙在其整个历史中完成的操作数 大概在10的124方的这样一个量级 而假设宇宙当中每一个粒子的 每一个自由度都得到了利用的话 那么他现在记录的信息 大概是10的94方比特的量级 这数字一大 咱们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10的124方 1后边120个0 10的94方 1后边90个0 但这数到底有多大 我们是没法有直观的感受的 你就只知道这个数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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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就对了 那么宇宙间的信息有那么多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社会周围的这些信息 也越来越多 那么多的信息堆在这儿 我们该怎么办呢 请听下回 我是Rex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内容 或者想跟我更进一步互动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叫做演讲路 演是演时的演哦 我们不见不散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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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